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可惜的是 罗伯安并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来治理百姓 接下来从第十章开始 我们便进入到犹大猎王的时期 从这段历史中 我们会看见以色列所有跌落谷底的时候 但上帝总是不放弃他们 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机会 兴起优秀的君王 带领他们回到上帝的爱中 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之下》第十章 《历代之下》第十章 罗伯安往事件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 要立他做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先前躲避所罗伯王 逃亡埃及 住在那里 他听见这事 就从埃及回来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 他就和以色列众人 来见罗伯安 对他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做苦工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 负的重恶轻松些 我们就侍奉你 罗伯安对他们说 第三日再来见我吧 您就去了 罗伯安之父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 说 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我好回复这名 老年人对他说 王若恩待这名 使他们喜悦 用好话回复他们 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 王却不用老年人 给他出的主意 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 在他面前 势力的少年人商议 说 这名对我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我好回复他们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 这名对王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王要对他们如此说 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则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则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众百姓 尊者罗伯安王所说 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 第三日 他们果然来了 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 回复他们 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 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则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则打你们 王不肯依从百姓 这事乃出于神 我要应验耶和华 借世罗人亚西亚 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民 见王不依从他们 就对王说 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 与耶稀的儿子并没有关涉 以色列人啊 各回各家去吧 大卫家啊 自己雇自己吧 于是 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唯独住在犹大成义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拆遣掌管福苦之人的哈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 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 直到今日 其实 从索罗门建造圣殿开始 到之后一连串的建设工作 这些劳苦 早已让部分的以色列百姓们 感到相当难受 所以他们很渴望 新上任的君王 罗伯安 能减轻他们的重担 可惜罗伯安 不止没有改善百姓的生活 甚至听从玩伴们的建议 变本加厉的苦呆百姓 这起事件 最终导致了 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 亲爱的朋友 需要好建议的时候 要先找对人 当难题出现 相信拥有丰富人生经验 爱神也爱你的牧者们 会成为你很好的带领与帮助哦 我们写的高 亲爱觉书 求你帮助我 在遇到难题的时候 都能得到很好的牧养与引导 走向符合你心意的那条路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的一生 有神话语的引导 走在充满恩典的路上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阿们 我爱你 阿们 温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